大家好 现在要来介绍人癸水的十神 人癸水的十神 水是十天干的最后两个 然后他的属性是比较没有固定的形状跟样子 他的十神呢 我们也是一样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 碰到甲乙的时候 碰到木的时候 他的现象是水生木 就是说当人或是癸日主 碰到天干出现甲或是乙的时候 就是木的时候 水生木 那如果人癸是我的话就是我 就是 我生的水生木 就是我 我生 人癸 碰到甲乙的时候是我生 水生木 那水生木的食伤 就是 食神 相关 食神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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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我的 产出 我的智慧 对 我的规划 水生木 然后在 日主人癸来说 当他的 食伤 他的木 的状态是好的时候 他就是好运 是因为水主要的作用 就是要遇木 所以他的食伤 他很简单 他是水生木 那生的好 就是好的作用 对 像 其他的日主的食伤 他可能对木的作用不是那么的直接 可是这个是直接生木 所以 水 为什么属智 因为他的食伤直接就是木 他的想法就会是展现 这个是一个 很现成的一个好处 那 下一个 碰到丙丁 火的时候 当水碰到火的时候叫做水克火 水克火 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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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克的水克火 我克 我克为财 我克为财 他有分正财跟偏财 正财 偏财 正财跟偏财 正财跟偏财 他只是 阴阳的差异 就是 阳 碰到阳 就是偏财 阳碰到阴 就是正财 阴碰到阴 就是 偏财 阴碰到阳 就是正财 水克火 我克为财 我 要的 我要掌控的 就是我克 看下一个 雾集 土 当水碰到土的时候是土克水 土克水 叫做克我的 克我 人魁的 人魁水 碰到雾集 叫做遇到克我的 因为土克水 那克我的 就是正财跟七杀 正财跟七杀 对 那他的意思就是 我 我去碰到 给我压力的 土克水 给我压力的状态 就是正财跟七杀 那个感受可能会还蛮 蛮明显 因为 如果是弱的水 碰到 雾集 跑出来的 那个压力感受会多 很多 对 那 阳 碰到阳 的时候 就是七杀 阳碰到阴 就是正财 魁 碰到 己 就是七杀 魁碰到五 就是正财 下一个 更新 就是金 金 金生水 碰到金生水 就是生我的 遇到生我的 遇到生我的 当水日主碰到金 就是碰到生我的 金生水 生我的就是印 正 偏 印 正印跟偏印 正跟偏印 正跟偏印也是一样 当羊碰到羊 就是偏印 羊碰到阴 就是正印 魁也是 魁碰到心 就是偏印 魁碰到羹 就是正印 好 那金生水 还是要看条件 还是要看条件啦 如果太弱了金他也不见得能够生水 对 要有水才可以生水 有时候是生不了的 所以要看看这个是什么什么状态 好 看下一个 人魁 当水碰到水 这个韧魁 碰到这个韧魁的时候 他是一样的 一样的叫做同我 同我 那同我的 意思就是说我碰到跟我一样都是一样属性的 那同我他有是 笔尖跟结彩 笔尖跟结彩 羊碰到羊 是笔尖 羊碰到阴 是结彩 阴 碰到羊 是结彩 因 碰到阴 是笔尖 对 所以 水 碰到 水 叫做笔 结 笔尖结彩叫笔结 我们简称笔结 同我 那这个水的同我呢 他 有可能是 好现象 他也不见得多话 因为 当水是少的时候 碰到别人来帮 有可能是帮的 有可能是帮的 那就是好的 那有可能就不见得好 如果当命盘里面 水已经太旺 然后火 火又弱又出天干 这个时候又出现 假设流年出现 人跟魁 这个时候结彩就会很严重 这个 就会变不好 就真的是有 有一些 负面的状况会发生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搭配 才能判断 是怎么样 那就是 食神 的介绍 人魁水 日主的食神介绍 好 我会变得更多 我会变得更多